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先先飞 欢迎回到这个五大仙的直播 习风水佬就点你十年八年 你听过五大仙就包你点 哈哈哈哈 终于这一集就做给男生看了 那天我突然醒起一件事 我这个屎徒弟试着做以后我来踏杀 我明明记得他说要做一集给身材比较健壮的粉丝 谁知我去查一查的play list 原来他真是忘记做 我去boxer去脱嘴 我说喂 脱嘴你不是答应对人家吗 師傅我教过你什么 答应了别人就要做 你叫 脱 脱 于是我们就结束了今天这一集 这一集就是我们男生新年穿搭的part one part two就会在礼拜六 星期六我都叫他意表一些欠意和誠意 星期六做give away 所以星期六一定要看好不好 这一集我们做必须比较大的朋友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自卑 不知道要怎样配合 哎呀,没有人要看的 错,人家就是要看 你可以变成怎样 所以就做给他看 但如果你不喜欢你的身材的话 就要努力去减 吃少两碗饭 我抗高分力一定可以变成逆饭 好不好 那真是个比喻 真是我的style 好啦,投低 低个吧 今天我要让胖子也能一起sweat过年 所以这一集的主角 就是我们fashion boy团队的Alfred 和瘦的人一样 穿衣好看就要懂得善用自己的优势 那胖子有什么好?好! 体型的大小决定你的气场 气场决定你能驾驭什么style 而且胖的人都很开心的 那开心均carry很多颜色 所以你不该隐藏你自己的体型 反而应该敢敢的去穿 穿成statement的东西 那所谓的statement就是显眼 hip hop穿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画家帽和老花眼镜可以说是复古的必备 那条眼镜的链就在我N年前的十八经实验室有教过 大家可以去复习复习 一顶画家帽可以让你整个人增添三分才气 管你把自己想象成画家、音乐家或仙家 要玩复古 颜色就要搭配到家 姜黄色的洗水牛仔裤就是天生一对 性感Alfred就不会太瘦了 不然就一秒变成唐商账了的 这样穿呢,视觉效果是满分的 但是没有办法达到修身的效果 所以你需要配搭一件Fashion Boy自家品牌 MMM Studio今年新年款的MMM Squat Oversize衬衫 在这边我想强调 真正的Oversize就不是那种单纯大马的regular fit 而是有若肩的设计 这整个这样的一个cutting就会让你达到上框下载 所以才能有助修复身形 然后脚踩一个gumsew的老爹鞋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都是生的不要不要的 所以说Oppa就叫高收白的 照我的认知里,Oppa穿搭的定义 是零威和感的Honda 命就在于他们懂得多用颜色和细节 去巧妙地把风满又不相及的东西挂在身上 体型大的人选衬衫就要选直线条的 因为它有助于修复身形 然后要懂得穿运动裤 因为运动裤本身的形状就像一条carrot 所以它可以让你整体看起来上框下载 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一件来穿 这样穿不但可以sack 招呼客也可以很relax 衬衫一拖就整个厨神这样的look 虽然说这种穿搭是传奇的Michael Jackson 带起的风潮 但是这些年就只有韩国人把他的精髓发回出来 正所谓酒香飘在巷子里 我身长不如却吸引你 这件衬衫相反出60年代的中国风 又融入一些西洋元素的图纹 它的袖子折起来像野文 就物心中有一种很OG的feel 再配件功夫裤裙 走起路来都有风的 不太大都搭得 正因为它有这种跨时代的元素 让它可以很自由地搭配金银玉 又或者是魏小宝的眼睛 怀表 扇指 其实穿的呢 穿的是气场 搭的是巧思 随便脚踩球鞋整身 散发出一种young OG的feel 结论是 穿衣服的目的呢 就是要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而wise man one set F equal to mc square 讲的就是 穿衣服的法则 是先抓比例 再玩颜色 最后才到巧思吧 简单来讲就是要懂得制造层次感 让你整体加分 放大你的优点吧 所以对于体型不理想的人呢 你可以谨记以下的口诀 有肉就穿多几件 没肉就穿厚一点 胖子穿衣就像煮米饭 硬度要刚刚好 太软显胖 太后share不好看 那瘦子穿衣这样简单 应该有层次才好看吧 在这边依然要工作里面 朱年发的好像巨头饼这样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看个吧 试试看点赞上我的频道 然后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请期待下一集 的新年男生穿搭吧 就在这个礼拜六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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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港西呀 回港西呀 咦? 不知道哪个是云波夜落来的呢? 簡直是云吉啦 哈哈哈哈 给啦一二三